Hello大家好,朱春奧 近幾年在澳門的婚紗攝影 新趨勢引起廣泛關注 有不少新人選擇在澳門街頭上進行拍攝 甚至站在馬線、紅綠燈前 馬路中央等容易引起危險地點進行拍攝 雖然這種獨特的拍攝方式 被照片增添了一種生動感和活力 但同時引發了一些問題 不僅對人自身安全構成威脅 亦對公共交通秩序造成一定影響 這種在街頭進行婚紗攝影的趨勢 近兩年開始崛起 一些新婚夫婦 希望將自己的特別時刻和澳門的景色環境相結合 使自己的婚禮回憶更獨特難忘 但這種做法並不被所有人 尤其是澳門居民所接受 很多居民都認為這些拍攝方式不僅冒險 亦不尊重公共秩序和他人的利益 對於這種行為有市民表示擔憂 認為這樣的拍攝方式可能會導致交通事故發生 並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構成威脅 此外一些人亦指在馬線、紅綠燈前和馬路中央進行拍攝 可能會阻礙交通流動 導致交通堵塞和混亂 在東望陽新街經常見到這些情況出現 據了解 有婚紗攝影公司會為客戶提供自選分攝的街拍服務 收費8000元起 項目包含三種或以上場景 這些公司的客服說 由於分攝地點是客戶自選 有不少客戶會指定在幾個場景進行拍攝 當中很多時候都涉及馬路中央 而他們也清楚知道這些項目有一定風險 也曾經被罰款過至少不止一次 亂出馬路拍照 最少罰你300元 之前的旅客也試過 但有生意做可能不理得這麼多 多數都是內地的婚紗公司 聽說本地的婚慶公司很少會這樣做 所以議員李靖怡近日書面質詢政府說 由於旅客不熟悉澳門交通規則和習慣 這個未必是 除了亂過馬路和不依登號通行 有人甚至隨意在馬路拍照打卡 敦促當局加強宣傳教育和執法 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都要的了 看看警方有關方面有什麼可以做得到 好,這集先看見 大家想支持我的視頻 沒截圖以為嗎? 多謝你們 我們下集見